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1号种子Gonzaga迎来了新赛季的第二场比赛 对手是5号种子德州大学 两只全国排名前我的球队较量 本来应该是一场胶着的比赛 例如昨天2号种子UCLA和4号种子维拉诺瓦 就打到了加时赛 但今天因为Gonzaga内线朱泰米的状态爆棚 比赛在上半场就成一边倒的态势 朱泰米一开场就连拿7分 拦下各种脚步,让对手防不胜防 上半场Gonzaga47比27 领先得大20分 下场虽然德州大学发起了疯狂的反扑 但为时已晚,全场74比86落败 朱泰米本场比赛19投15中 砍下了37分,7篮板3助攻 德州大学换了三个内线防他都防不住 确实状态好的惊人 泰米上赛季也有场均19分7篮板的数据 本来Gonzaga如果能顺利夺冠 他也很有可能杀入选秀第二轮 甚至是第一轮 可惜在疯狂三月决赛兵败如山倒 泰米的发挥也不进入人夜 行情打掉了不少 所以今年他力求更好地发挥 赛季后再次试水选秀 因为内线搭档的强势 Gonzaga中锋2021届全美第一高中生 Chad Homogreen 本场并没有获得太多出手机会 三投一中拿到了5分 五蓝板两封盖 而且Gonzaga队中有多名五星和四星高中生 舰队理念一贯使团队优先 所以可想而知 Chad Homogreen本赛计算肯定会在一些场次爆发 但大概率拿不到非常变态的场均数据 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Poulban Cale 今天又一次在数据段爆发 比赛中Polo11投7中 砍下了18分7篮板 率领球队67比56 轻取对手 拿到了开季三联胜 包括赛季首战击败10号种子肯打击 在他的率领下 今年的杜克大选 面貌确实焕然一新 另外拥有两位超级跳级生的 12号种子孟菲斯大选 今天夜以90比51 狂冠北卡中央大选39分 小杜兰特以曼吉贝茨 初战27分钟 7投3中 3分球5投2中 拿到了15分4篮板 还靠着一记过人后 而小魔兽这分独乱仅出战18分钟 三投三中 砍下了10分 10篮板三封干 他霸道的打法还真有点 巅峰霍华德的感觉 今天球队教练便是哈德韦之子 NCAA最强关系户 Zedon哈德韦 也获得了18分钟的上场时间 7投2中 得到了5分 2助攻 今年的NCAA有特点的年轻球员很多 打的比赛也非常精彩 我接下来还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报道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